拍拍拍中秋節 档化知名蛋黃素店 代購喊到一盒2000元 不想代購乖乖等 半夜就得開始排 一排是幾個小時 沒想到竟然有人排隊排到 婚姻大事告吹 網路社團さん 有人分享 與女友一同旅行 還在飯店求了婚 到彰化時買蛋黃素 但仁山仁海根本買不到 看到旁邊有黃牛賣蛋黃素 想說買一盒吃看看 但女友堅持不要 叫我排隊慢慢等 原坡再度寸說 沒想到女友竟然爆氣 認為都是你這種人買 才會讓黃牛有機可乘 生完氣就自己搭車回家了 甚至還傳訊息說 不想結婚了 認為價值觀差異太大 沒有未來 太離譜了 這樣子就鬧分手不值得 不要把婚姻當兒戲 不要助長黃牛的外風 他的那個想法是正確的 文章一貼出 立刻引發網友熱烈討論 兩派網友吵半天 男友派認為不合一 就要把一切毀滅 未來都要過這種日子嗎 女友派則說 就是因為你會跟黃牛買 才會造成排隊買不到的情形 我也不想跟願意買 蛋黃酥黃牛的人相處 還有人感同身受 說我老公也是一模一樣 排了一個半小時沒買到 想跟黃牛買 沒想到老公立刻爆氣 最後只排了一個寂寞 每個人觀念不一樣 各自找彼此心意相同的人 可能會比較好 中秋節 月圓日 這對情侶卻因為蛋黃酥 一點都不團圓 藉了陳正瑋 金瑋中 陳正瑋 彰化報導 我是陳俊根 從採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